也是一样的 我们新建一个py文件 02 900 然后呢我们class一个900Spider 定一个一定的函数 然后pass 定一个run方法 实现主要逻辑对吧 然后首先第一步干什么呀 我们找到了Ulg的规律 知道它一共有多少页 可以干什么呀 Ulnable 对不对 Ulnist 然后第二步干什么呀 是不是一个便利啊 发送请求 获取响应对不对 那么第三步干什么呀 第三步是不是提及数据啊 第四步来保存对吧 那么对应按照这个思路 我们做下这个事情 收集 首先我们 进一个 get Ulnist 这样一个方法 那么Ulnist 大家可以看到 Ul记者就是配件后面 从1到13对不对 然后把它拿过来 放到英特典里面去 self的Ulnist self的Ultemp 等于它 把这个2大块扩起来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直接Return Return什么呢 例表推导式 对不对 I for I in 1到14对不对 是不是就是你 1到13呀 13个数对不对 那self的Ultemp 这样 format Ie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那这里我们就觉得 13个Ul地址 对不对 那么用个行动呢 能够 菜市场来接受一下 就是Ulnist 等于self的getUlnist 对不对 然后呢 编定它 就是forUl inself的Ulnist 就是吧 就是Ulnist 就是前面的这个结果 那么 发动请求了 发动请求怎么发呢 也是一样的 定一个 ParseUl 然后把Ul记者传进来 叫inboardRequest 对不对 inboard一下request 那么 response 对于request 叫get 把Ulg传进去 把headers传过来 对于self的headers 对吧 那headers我们找一个 self 点headers 对于 这样一个 字典 把它复制用一下 粘贴过来 然后在这个地方 headers有了 对不对 那么return response 叫content 导致 dcode 然后呢 我们再来接受一下 就是 html str 等于self 这 parse URL 对不对 然后把Ulg传进去 是不是就好了呀 再做第三个事情 提取数据 对吧 dif 一个get content list 然后呢 我们把 html 传进来 这是 提取数据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叫 from xml inboard 什么呀 etray的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使用etray 这大起来html 来处理 html字不串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得到一个 html的 这样一个 安定对象 对不对 那么html呢 就应该使用 xpass 对不对 首先做的事情 应该是什么呀 先分组 对不对 是不是要分组呀 这个地方分组 按照什么分呀 大家刚刚不是都写了吗 按照什么分呀 对不对写到这个地方来吗 是不是要按照刚刚所说的 那个div分呢 刚刚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个div 是吧 它的id呢 叫做continent nav 对不对 还记得吧 我们会发现呢 在我们的响音里面 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呀 id等于continent nav 在下面div 是不是可以分一组呀 每个div 是不是就是一组呀 这每个div 是不是表示的是 这一段 段子的这一块内容呀 我们把它id拿过来 然后呢 -div 然后呢 art id 对于它 对吧 然后它下面的div 是不是分了一个组呀 这里就是divnist 对不对 然后编定它 for div in divnist 然后对于每个div 我们接着再写xbus 比如说 想象一下这样一个话题 我们要获取段子的内容 该怎么去 我们要获取段子的内容 该怎么去 这里一个段子的内容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在这样一个div 等于content的下面 下在span下面 对吧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写呢 等于div.xbus 然后呢 后面写什么呀 点然后呢 写杠 然后呢 写什么呀 写什么 写span 这是直接写span吗 写div下面span吗 这是多少个div啊 刚刚我们取到是这个div 对不对 写什么呀 杠杠span 杠杠div 对不对 add class 等于content 对不对 下面的span 对吧 下面的text 对不对 这个结果是什么样的结果呀 大家看一下 div下面的span 下面的text 是个列表 对不对 列表里面有几个数据啊 有一个吗 还有多个呀 为什么有多个呀 为什么下面有多个数据 这个span下面 有多个text的呀 首先是不是有很多br呀 放下面 我们来确定一下 我们可以在这里 copy一下xbus 取到这个span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尝试一下 粘贴过来 它下面的什么text 对不对 是不是因为有四个呀 为什么会有四个呢 这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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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就四个了呀 发现了吗 那所以说这个地方 我们能再去取第0个吗 不能对不对 如果写0的话 是不是取到第一段了呀 后面段都没取到 对不对 所以我们应该直接 就把它做一个列表 把它保留在item的content里面去 或者说呢 我们可以怎么办呀 我们是不是可以使用 什么空格的 join是不是也是可以的呀 join这样一个列表 当然也是可以的 对不对 但是很多时候 没有必要这样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把这样一个列表传给别人 别人就知道 你这个列表里面 第一个元素表第一段 第二个元素表第二段 这看来会非常清楚 那么我们汇取到了数据之后呢 我们还要获取一下这样一个性别 性别该怎么获取啊 性别在这儿 对不对 怎么获取啊 这是什么呀 这是女性对不对 男性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去看一下 这是男性对不对 看到没 女性的 女性的这个性别 和男性性别什么不一样吗 是不是这后面不一样的呀 那这个性别我们该怎么取到呀 怎么取到呀 大家有发现它们有共同的地方吗 共同的地方在哪啊 是不是前面这一部分呀 那你应该用什么方法呀 contains对不对 那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我们听一下一个 比如说author ginder 等于什么呢 div.xbus 当前几点一下 杠杠 然后呢div 然后呢contains 对不对 然后呢后面写 addclass 写什么呀 就是这样一个 adginder 这一段对不对 然后写到之后呢 我们能够定位到这个div了 对吧 那定位到之后再怎么做呀 再怎么做呀 我们要获取性别该怎么做呀 获取什么属性呀 是不是获取class对你的值呀 是不是add class就好了呀 add之后呢 就是我们是不是要对它做一些操作呀 做什么操作呀 是不是要取达定一个呀 取达定一个之后呢 取达定一个之后还要做什么呀 还要做什么呀 取达定一个之后 我们还要做什么呀 是不是按照空格作为切割呀 大家知道为什么不说呢 为什么不说呢 不知道是吧 按照空格进去切割 所以我们取后面这一个是不是取到woman icon了呀 或者是man icon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可以干什么呀 把我们的这个icon给它替换成空字不串是不是好了呀 replace对不对 replace什么呀 icon变成一个空字不串是不是就好了呀 是不是 变成空字不串是不是剩下就是man和woman的呀 性别是不是就确定了呀 那如果我们还要获取它的联机怎么怎么获取啊 获取用户的联机 怎么获取啊 是不是这里改成text就好了呀 就是非常简单的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呢我们再对它取定0个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取定0个 if then 它大于0 else呢 那你值对吧 取到了age之后呢 我们现在也有新的需求 我们要获取一下这个图片 有个段子里面有图片对不对 我们要获取一下图片可怎么获取啊 选择工具选择一下 它是在这样一个div class的sum下面对不对 那对应的urlt对象里面也有sum吗 我们得确定一下 是不是也有的呀 看见没 下面有个img 那这个sum该怎么取呢 怎么取啊 div.xbus 然后呢 当地签下的杠杠 然后呢div add 然后呢 cast等于sum就可以了对不对 然后它下面的什么呀 a标签下的img是不是就是的呀 a标签下的img a标签下的img add src 是不是取到了呀 然后也是一样的 得取代替0个对不对 然后取到段子的图片之后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需求 我们要获取一下用户的头像 看怎么取啊 当前这是匿名用户对不对 没有头像 它头片的地址呢 是这个样子 对吧 如果说有头像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位置 是什么样子的 它是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在这样一个a标签下的img下面 那么它呢 它是在哪的呀 刚刚注意到了吗 span下的img下面 我们都要获取这个图片的地址 该怎么取啊 该怎么取 该怎么取啊 这个图片的地址该怎么取 该怎么取啊 先或许有图片的 然后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图片取到该怎么做 刚刚这个图片提供了一个思路 我们就按照上面这个地方来取 对不对 我们取 那怎么取呢 上面这个地方怎么取呢 写它下面的a标签圈的img 对不对 然后取到对呢 只如果取不到的话 就让这个url记者呢 变成这个url记者就好了 对不对 那其实有更简单的思路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发现 它上面是不是都有个 div class的 author container fix 那么直接先取到它嘛 它下面的杠杠img不就取到了吗 不管它是在span下面 上的a下面是不是都可以取到呀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这种方式呢 可能后续也会用到很多 它下面的杠杠img 由于它下面只有一个img 所以我们直接src就取到了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authorimg 然后呢对于itemauthorimg的第0个 if name它的item的authorimg 大于0的时候 才要 否则的话它是难指对吧 那么这里呢 我们获取到了这样一个 它的图像 我们还要获取一下这个点赞数 我们还要获取一下好笑的数 这个数字 怎么获取啊 怎么获取啊 好笑数 1125这个值怎么去啊 我们能用iclass number来定位吗 可以吗 能不能用iclass number来定位这个1125 为什么不能呀 下面也有一个iclass number 对不对 看见吗 所以不可以用它来定位 那怎么办呀 网上再取一集是不是就好了呀 那取到它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呢 itemauthor 这个叫 就叫statesvote吧 等于什么呢 等于div 加xpass 当地底下的杠杠div 然后呢artclass 等于它对不对 它下面的什么呀 是不是它下面的i呀 然后下面text是不是取到了呀 text 然后在这个地方也是要判断 对不对 我为什么这个地方不像之前一样 其实在后面写呢 因为太长了对不对 太长了代码就看得非常丑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换一行 其中重新写也是一样的 大于0 ioss呢就是nand对吧 这里呢先获取这么多数据 我们之前说过了有很多数据 都可以获取 对吧 还有评论数 最佳评论数 点赞数 大家自己课后呢 来练习一下这个xpass的使用 在这里和大家写这么多 大家可以发现呢 这些这些内容呢 这些地方呢 这些注意的细节呢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呢 好好想一想 就可以想到了哈 里面有很多地方呢 都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我们在这里 拿到这些数据之后呢 我们使用一个content list 来接受一下 放一个列表里面去 然后呢在这地方 content list 在append item 然后在这个地方 return一下content list 然后在这里 接受一下content list 使用save.getcontent list 然后呢 把一切码字符串传进去 那最后呢 一个保存 所以说也是定义一个方法 就是save.save.content list 然后把content list传进去 那这个方法呢 我们简单的写一下 就不全部写了 因为这个方法呢 我们写了很多次了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for i incontent list 然后呢 print下完事 假装它是保存 其实大家都知道 它并不是没有保存 对不对 这是保存 这个程序写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到这就结束了 对吧 大家可以发现 这个sa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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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30行写错了 对吧 0写错了 对吧 N-O-N-E 既然写错了 它就能跑 对不对 那说明什么呢 都是有的 对吧 来这个地方呢 我们不让它跑了 没有必要跑 我们看一下这内容 好像有些问题 什么问题呢 首先这个content 里面是不是有-N一堆呀 这里-N我们是不需要 不需要的 对不对 然后author gender 是不是获取到了呀 然后author age也会到了 然后content image 是不是少 htp或者htps呀 那author image 是不是也少呀 state vote 是不是没会到呀 这个state vote 是不是没会到呀 那上面这个 也没会到 对不对 那上面这个呢 好像也没会到 这里呢 好像就有些问题 对吧 是不是有些问题呀 为什么有问题呢 state vote 为什么没会到呢 我们来看一下 spam标签 并不是DIV标签 对不对 这里是不是写错了呀 改成spam就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还有另外三个地方需要改 首先是content这个地方 有-N 那这个地方可以怎么做呀 它是个列表 我们就可以使用列表特导式 分别把其中的每一个内容呢 -N呢 给它替换成空字符号就好了 对不对 这个地方可以理解吗 i for i in item的content 对不对 对i呢 我们要做一下处理 就是点replace 是不是就好了呀 或者使用r.sub 是不是也可以的呀 replace 把-N呢 替换成空字符串 是不是就好了呀 然后呢 我们知道 图地址那两个地方呢 author image跟contentimage这个地方呢 它是少http或https的 对不对 那找到这里是https呢 我们可以去确定一下 把鼠标放到上面 它是不是帮助我们自动补权了呀 看到 鼠标下面是不是有地址了呀 它少https加一个冒号对不对 是不是呀 那我们就要把https加冒号给它补上 那下面这个地方肯定也是一样的 你加就可以了 https冒号 这地方也是一样的 http冒号 加上它 这地方大家注意到 和前面的效果一样的 一辅前面的结果呢 全部复制给 itm的authorimage对不对 然后呢 否则的话 难值复给它 重新跑一遍 程序看一下结果是什么样子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就好了呀 没有之前的-N了 对不对 这个地方contentimage为什么为难呢 contentimage为什么为难呀 为什么呀 是不是有的 它就是坑了我们的移媒体为难 对不对 它就是没有图片 对吧 比如说这个坑了移媒体就不为难 有的为难 有的不为难 就说明我们插帽子是没问题的 那为难的地方呢 只能说它没有图片 对不对 并不能说我们的插帽子写错了 对不对 这地方能理解吗 那么程序呢就不好了 那看到这个地方 相当于我们再过头去看一下我们整个程序 其实就是这样 先构造一个列表 为什么在这里呢我们构造一个列表 因为我们发现它一共就13页 对不对 然后呢 每一页地址呢 我们非常清楚是什么样子的 对吧 然后呢 构造列表之后呢 我们可以编定它 编定它一个发动请求 然后呢提取数据 然后进行数据保存 当这循环结束之后呢 整个程序就结束了 对不对 代码本身是非常简单的 对吧 那么我们刚刚刚